學的問題 請問有關於動物的胎痰素 或者是幹細胞 它們是服用膠囊 或者是注射 或者是舌下噴劑 它們這個基因的遺傳 會跟我們人體有什麼樣的關聯 麻煩這位專家回答 謝謝 謝謝你的發問 因為現在科學醫學的進步 已經有研發到各動物的胎痰素 還有植物的胎痰素 其實這些表示醫學科學的進步 但是有一點 吃任何藥物一定跟我們體質要有配備 因為有的藥物各位吃起來很可心 但是我吃起來未必可以 所以說吃藥自己要去注意 我剛剛不是講一句話 每個人自己是最好的醫生 也是最好的建築師 一切看自己 然後如果有一些宜蘭雜症 你要找一些專業的專科來請教他 因為他們說很多現在整個 這個醫學上的進步 已經世界各國已經有研發到胎痰素 那胎痰素確實有它的好處 因為第一個 它本身有一些微量 微量的研究在裡面 但是問題 有些人需要有些人不需要 好像我們吃飯一樣 有的喜歡吃中餐 有的喜歡吃雞餐 有的喜歡吃素食 但是什麼好也不好的 在個人的決定在自己 這樣不知道你有什麼問題 我想請劉德麗先生回答 謝謝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我今天時間很短 所以我沒有辦法 將來我會來介紹個直銷產品 那麼這個美帝國主義 透過了這些醫療的一些教育 恐嚇各種方式 還有透過各種傳銷 那傳銷的東西不是不好 它把很多營養學帶動 但是最嚴重的 就是人是一個整體的生命體 而你強調各樣的 這個單一營養素 就很危險 我舉個例子 這幾年流行的 花青素 白梨如醇 甲殼素 你們聽過這些名字 貝塔胡蘿蔔素 葉黃酥 伊托拉股 你單獨去強調 人是一個平衡體 那麼尤其像這種 開盤素 然後幹細胞 玻尿酸 這個你特要小心 因為人的生命體的細胞分裂 它有一定的標準 你可以不夠補 就像婦女同胞到一個年齡 他認為是那個叫做更年期的症候群 大陸叫綜合症 這個syndrome 你補一點不夠可以 像有的HGH 剛來台灣我就知道 你走舌下噴一噴 不足的 它補一點可以 但你過猶不及 我碰到一個女孩子 她年輕的就打這個胎盤素 打打打 你久了以後 會影響你的生理肌的 小時候我們讀過一個外國童話 講一個洞窟女王 一種非常厭密的女王 當她的生命一拉下來 就變成一個恐怖的巫婆 人的生命的細胞分裂 你不能夠過度去毒 我本來今天要講很多 過度醫療不行 過度營養也不行 像到六七十歲的人 吃點蜂王乳 OK 二三十歲就吃蜂王乳 那以後沒有東西可以補了 所以很多東西的概念 婦女同胞 過度相信這個群美容 不從真正的吃的 因為這叫走荷爾蒙的東西 走荷爾蒙的東西 你要非常小心 所以有人講 某一種某種的產品 我不想多講 因為這有得罪人家的生意 但我多告訴你 如果你這種東西 常常打常常吃 最後的結果就是壓苗助長 最後造成生理激狼 受容的改變 造成一些像婦女同胞的 那些不當的婦科的癌症 就這麼來 這個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這些東西還在驗證中 如果有污染的更複雜 所以外面抹的內部土 我舉個那些玻尿酸 什麼這些東西叫高分子 高分子的東西 它下不了細胞 所以你要達到真皮層 你一定要成好的水能量 所以臉上真的只能抹水 最多什麼綠豆粉西花皮 老祖先的東西還對 外面抹的那些保濕的 全部在騙你 有一個叫做什麼被他提爆 我敢講 叫什麼綠米亞 還是什麼 成本大概一千塊 有點河澡塘膠 它標五萬塊 婦女同胞最喜歡花這麼錢 他在五萬塊錢 要我怎麼過 一天我買兩個奇異果 每天吃一年 可以吃七百多個奇異果 我可以連吃五年奇異果 絕對身體皮膚比你好 對不對 你要花五萬塊 買那個什麼磨臉 不如好好吃奇異果 絕對是一流 但奇異果你不要買那個黃的 基因改造果 要買那個綠的 不要太大 大的有同胸劑 所以我將來都會來講一個專題 很少人知道怎麼去買青菜水果 所以男生就不 女生的還比較好 男生是更不懂 所以男生買東西更糟糕 所以要一到一個年齡 如果單身男子 通常 譬如有人我在這個上校 退下來也離婚了 每天人家也不會做菜 就買了便當吃吃 兩三年就扛咬病 天天吃白米飯的 那個排骨便當 對不對 好 這個要講用一堆話 所以當然答覆這個小姐 這個問題 就是胎盤素 這種荷爾蒙的療法 現在證明荷爾蒙的話 美國人已經放棄了 所以民進人大 最有名的林波 什麼胡錦 都變少奶奶 都是因為這個 你超過四個月 那個荷爾蒙 影響到你的肌腸 然後那邊就硬 硬的其實很好處理 走到醫院 醫生幫你說 第一個趕快開刀 他賺一萬兩千塊的 虛心的敗貸 所以到六萬塊 所以各種病 他很喜歡開刀 男人的射護線 你們都開開開 死道又不死平道 器官是開你的 他在那邊賺錢 所以這個一講起來 又抗慨疾 所以這些東西最好少碰 偶爾吃吃可以 就跟人生都不能吃多 韓國很少有長壽 因為人生吃過多 它的有機者過高 影響到鈣跟鐵的交換 一般人就不會知道這個 所以為什麼中醫的配合 叫君臣佐死 人生加兩遍 OK 不要天天要光吃人生 沒有好處 謝謝